在前两个星期 我接受了一间教会的邀请 他的团队请我讲一个题目 就是叫做后疫情的教会 在过往这三年疫情期间 我有很多机会在网上参加 不同关于教会如何应对或者应付疫情的讲座 这次的分享让我有机会稍微组织一下 过往这三年的资料 和挑选其中我认为一些比较实际的应辱 今天和你们分享一下 首先在一个纽约神学教育研究中心的讲座里面 他就提出疫情大比教会七个的危机 他们分别是会众没有动力 讲道就没有实力 奉献又不够耐力 牧养就没有加力 灵命又没有精力 敬拜又没有能力 侍奉就没有气力 听下去是否有些令人灰心呢 当然这七个危机就不一定在所有教会都出现的 不过无可否认其中所提出一些 肯定或者会影响有一些的教会 当然这个讲座里面 也都提到疫情都会带来教会一些转机 例如去中心化或者平面化的领导 还有鼓励更多的教会和团体或者团体或者机构 有更多合作的空间 不过怎么也好 网络时代的领导层就必须要更有一个危机 宏观和角度的视野 另外也都要更好的来到去分析教会的会众的文化 堂会的中派的文化 还有整个网络时代的文化 这个讲座我也觉得有很多值得参考的资料 最近大家可能都知道 所谓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的程式 很多人都玩 叫Chat GPT 那我又试一下向这个程式提出一个问题 问题就是 温哥华的华人教会应该如何应对后疫情时期的情况呢 那我得到基本上五个答案 第一 就是要优先考虑会众的安全和健康 第二 为社区提供支持和关怀 提供在线服务 第四 与年轻一代互动 最后和其他教会和社区组织合作 我相信 如果我的问题转为任何个城市 多伦多也好 Kalgary也好 Edmonton也好 或者其他种族的教会 华人教会 西人教会 其他种族的教会 的话 答案应该都没什么大分别 虽然 这个人工智能的机械聊天室 给我的答案有些交行货感觉 甚至缺乏什么针对性 但是从整体来说 他的答案似乎又无可置疑 他的提议甚至可以说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接着我就在一位 我很多时候都看他的博客的文章 一位的比较资深的西人的牧者 叫做Thomas Rayner 他有四篇的文章 两篇是讲到教会的趋势 先讲一下这两篇先 他讲到教会在后疫情的时候 就有些什么趋势都挺值得参考的 譬如他说 兼职的牧羊将会大为增加 微型教会的运动 在北美由五千间的教会开始 然后虚拟教会的策略 会相补实体教会的策略 然后一旦疫情稳定下来 平均敬拜出席率 将会比疫情下降 二十至三十个percent 大型教会将会重新定义为 平均二百五十人以上 就叫大型教会了 然后他说 献金将比疫情下降 二十个percent到三十个percent 然后他更加说 教会等候牧师到任的时间 会比之前更长 暂住牧师的数目 又会越来越多 然后更多教会会要求 外面的资讯 反映教会的前景 都似乎有点的坎坷 然后他第三篇文章 我参考的 他就提到疫情后 在现阶段 在一般教会发生的七件事 这七件事我觉得 挺值得参考的 他说第一 就是网上的出席 急剧下跌 第二 对全福音的兴趣 似乎就增加 教会经济比预期 维持得更加长久 教会全职同工的人数 比预期下跌得更快 第五 教会更新 比预期更快 成为一个被接纳的课题 和行为 第六 被各自的维修情况 导致很多教会 不能够被别的教会 来修养 最后 很多教会仍然以 2010年的方式 去寻找 牧师 最后一篇文章 我参考的 其实很简单 他那个题目 都可以反映他的内容 就是 为什么你的教会 需要每年有 32%的增长 才可以维持 原本的人数 当然 他的看法 就是 在一间100人的教会里面 每年可能有 什么变化呢 有一个人死 9个人搬 7个转到另外教会 15个参与频率 减少的会众 所以如果教会一年 没有32%的增长 教会人数 就会减少的了 当然 他很多这些观察 都基本上 用在西方的教会 比较多 那么 华人教会 又怎么样呢 是不是 华人教会 究竟这个情况是什么呢 当然 没有人可以完全理解得到 不过呢 容许我引用 我过往 我叫他做老师 梁家伦牧师 建筑神学院的前院长 现在的荣誉院长 他在一个 2021年 在卡加里的 一个陪灵会 的港道 之前呢 他就提到 他认为 教会 这个呢 我相信一定是 华人教会 而这个环教会 不单止 只是加拿大的环教会 甚至海外的环教会 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 甚至在疫情之后 可能都要做的几样东西 他说 要回到圣经 回归福音 回归基督 从头开始 才是唯一的出路 一种复原主义 或者还原主义 他提醒到 教会最大的事工 在关怀上面 他提出一个 很特别 甚至有趣的一个观念 他说 网络的聚会 是无效指的 今天他去 这间教会 网络的聚会 下个礼拜 可能他去另外一间 他说也都因为呢 就是 网络的 教导啊 或者这些这样的 讲座的流行 所以很多教会的 小型主义学 是没有学生参加 甚至开不成的 不单止是这样 他更加提醒 教会最基本的元素 就是福音的使命 和牧养的使命 唯有这样 才能够叫教会 真正成为教会 他提醒 牧者和教会的领袖 必须有一个 笼罩教会 全盘的 整体牧养策略 不要有 只是个别 要有 整体的目标 他最后提出呢 就是 在教会 的 现况的 诊断上面呢 在近四十年的 华人教会 可以说是 迅速发展的 时期 近年在社会 因素的影响底下呢 信徒的人数呢 其实 没有什么 很大的增加 反而有些 减少的迹象 我相信呢 就是这个的 疫情呢 也都会 打沉 打乱 就是 很多的教会 的部分 教会 适逢其会 刚好配合了 上帝计划 过往这四十年 不过呢 现在似乎呢 整体环教会 已经越过了高峰 向一个下滑 甚至衰退期 如果真的的话呢 就是我们呢 要 好好的 来到去 预备 好了 就是 讲完了 梁家伦牧师的 一些的观察 之外呢 那么呢 就 我又再看回呢 另外一些的 讲座 见到神学院呢 在过往呢 举办过 不同有关 疫情的聚会 其中一个呢 提到疫情呢 也都带来十个契机 网络新的工具 宣教新的工场 教会新的合作 肢体新的动员 牧养 新的观念 分歧 新的调解 群体 新的支持 甚至呢 是神学 新的思考 策略新的适应 和呢 灵命新的更新 而世界华福中心的总干事 董家华 牧师呢 也都在一个讲座里面呢 提醒 华人教会应该在后疫症时 改变的心态 从传播资讯呢 要更加注重 转化生命 着眼于 所谓成功 但要更加 看重呢 成长 从聚会 道向呢 要到到关系 深化 从呢 看重那个策略 手段 回到去 看重 异仗目标 最后呢 当到这个时代 不断交替的时候呢 更加要肯定呢 所谓 夸代 同行的重要 多人多的 城北 华人基督教会的 前主要牧师 陈心仪牧师 在一次呢 的讲座里面呢 就这样提醒 温哥华的牧师 他说 虽然在后疫情 的期间 带来社会 甚至教会生常态 例如呢 在社会方面呢 事情呢 是不稳定 和易变化 volatility 不确定 和没有什么因果关系 uncertainty 复杂难明 更加很容易出错 complexity 还有呢 有时是无灵两可 不明确的 ambiguity 但是教会仍然要实践 永不改变的 圣经核心原则 例如 用异仗和使命 vision 去面对 volatility 用能力 和策略 understanding 去面对 uncertainty 用勇气 和智慧 courage clarity 去胜过 complexity 和时事要适应 和转变 adaptability 去面对 ambiguity 我觉得他另外提出一个叫做BWT的观念很有意思 B就是better T就是together W有几个 他说BETTER WALK Together 要一起同行 以致不再孤单 要BETTER WALK Together 一起同工 不致疲乏 BETTER WATCH Together 一同守望 不再跌倒 BETTER WARN Together 要同舟共济 以致不会这么容易灰心 BETTER WATCH Together 一同见证 不再害怕 我们大家都知道 韩国有一队流行的青年乐队叫BTS 蜂魔了很多世界上的青少年人 愿意这个所谓BWT 在后疫情的中间 能够改变一般人 对教会独善其身的看法 希望这个小小的分享 能够帮助你 也都鼓励你 继续的 在疫情后 更好的 在教会里面 来帮助 弟兄姊妹 一起的 来面对